我們繼續講宿主的山豬的化身,Varaha, 今天是第三回。 我想在做大部分人昨天有聽到的課了。 所以你會記得Diti和Kashapa的情況, 然後告訴我們要怎麼樣去小心那些狀況。 上夫與妻子可以好好地互相合作, 可以得到靈性的進步。 我們也講到主,Siva的抉擇。 我們講到主Siva的抉擇。 他對於內屬性的生物是特別的憐憫。 尤其是這些鬼魂們。 然後我們也講到主Siva的例子。 他完全地棄絕。 他完全棄絕。 他對於自己的利益而扶持。 然後在同時, 他互相不加愛人。 不只是棄絕。 同時,又是所有的生物都憐憫。 我們也講解了, Diti的抉擇、更新的行為。 Diti的抉擇。 她的正面和負面的特質 在一方面造成不吉祥的後果 她的正面也有一些良好的品質 在第一題,她的負面的情況 她違背了這些半神人,忽略他們的存在 她的正面和不尊敬 她的正面和不尊敬 她對主也有很大的尊敬和信心 她對虛瓦也是很遵從的 她的錯誤結果是生了兩個惡魔性格的孩子 她的兩個兒子是那麼邪惡的 然後就造成宇宙的動盪 還要去侵犯女子們 由於她在正面方面的懺悔領悟, 她的孫子是一個偉大的奉獻者。 她的孫子是一個偉大的奉獻者。 她是一個偉大的奉獻者。 她的孫子是一個偉大的奉獻者,就是這個佛拉。 佛拉當時是個偉大的奉獻者。 佛拉當時是極大的奉獻者, 佛拉當時是她不宴避不重創作人。 佛拉當時是一種精神秘密的。 佛拉的品格是這麼好,即便那些試著去殺害他的人, 或是協助來殺害他的那些人們,他一點都沒有忌恨, 反而想要來拯救他們。 接著在第十五章繼續描述,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兩個孩子會是惡魔, 所以他很害怕把這兩個孩子生出來, 就把胎兒留在胚胎裡面,讓他們留了一百年。 你把小孩放這麼久,一百年在你的胎裡面。 但是要記得這個時候,是在Satya Yuga。 在Satya Yuga,人類的壽命平均是十萬年的壽命。 Diti也不是屬於這個星球,是在高等星球的。 她聽到,她兩個兒子會帶來很多麻煩和困擾。 她不想讓她的孩子產生這些問題, 所以她就把他們留在家裡。 那兩個胎兒還是繼續留在胚胎裡面。 但是結果,她把這兩個胎兒放在胎中, 一直留在那兒, 那兩個胎兒變得非常有力量, 然後,這製造成整個宇宙的遍布都是黑暗的。 那如果這宇宙已經沒有光的話, 半神人就什麼事也做不了。 因為一切黑漆漆的,沒有人可以做什麼事。 那半神人就去到Brahma面前去探教, 說,為什麼整個宇宙造成這樣? 所以,在那時候, Lord Brahma 前面那四個小孩已經回到靈性世界。 所以,你會看到, Demi-gods 遇到Brahma為一個解釋, 所以,這裏面就敘述。 Brahma 就告訴她這個四個孩子, 他們是怎樣地回到Vicunta。 但當他們進入維坤塔, 他們進入維坤塔的第一六道門, 但當他們進入維坤塔的七道門, 他們都被兩門門鎖住了。 接著描述到這四個小孩,他們已經是聖人了。 他們先在維坤塔經過六道門, 到了第七道門的時候就被擋住了。 您可以看到這四個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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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必須像年輕人, 但其實他們是世界上最長的人。 他們是神父的第一季子, 所以他們甚至於神父的神父。 他們是世界上最長的一季子, 他們是世界上最長的一季子, 而且身上沒有穿著衣服。 他們看起來就像年幼的孩子, 但事實上他們是第一季出現的人。 所以比那個brahma還要老。 一般,如果小孩子過來的話, 我們給小孩子很大的自由, 他們還可以跑來跑去的啦,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同樣的道理,那些和尚們也是給予這樣的自由。 尤其是在印度上, 你穿著橘色袈裟, 他們會給你很大的空間。 如果在印度上, 如果你是穿著橘色袈裟, 他們就會給你很大的空間。 如果有人不斷讓你抵判, 你能不能在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到處自己的行走, 沒有人來抵判你。 所以,他們的四個個馬ホストに都在走在中央位, 他們沒有到處放置的想法。 因為他們沒有到處放置, 他們沒有任何物質欲望, 所以他們可以在靈性世界自由地走動。 然而,他們走到門關的時候,被手們傑爾和傑爾的擋下詢問。 所以四個Kumara 自然地被擋住, 變得非常生計,而且很難過。 你們想一想,就像你們來了廟, 你們是否可以進去。 有人在門口擋著你,說不,你不能進去。 你沒有資格。 你會怎麼感覺呢? 所以四個Kumaras,這就是他們的事。 傑爾和傑爾說, 傑爾在門口擋住, 你們只是一些小孩子, 你們憑什麼來這邊, 到處走? 還想進來呢? 我們來這裡。 所以,當四個Kumaras被擋住, 他們的眼睛突然變得很憤怒, 因為他們的憤怒。 他們的憤怒是由於, 他們急切地去想要見到正尊主哈利, 他們最親愛的主人, 他們急切地渴望。 他們急切地渴望。 所以,這裡是有趣的, 甚至在靈性世界上都會有憤怒、生氣。 昨天有人提到, 在靈性世界上人們的憤怒、生氣。 但是,我們必須理解, 他們的憤怒是由於了解悲殺 doctrine, 而产生的憤怒。 一般而言,我們在這個物質世界的憤怒是由於別人擋住了我們的感官享樂。 人們擋住了我們所想要去得到的時候,我們就生氣了。 實際上說,憤怒是物質慾望的弟弟。 物質慾望的弟弟就是憤怒生氣。 因為你有欲望,想要去獲得什麼,可是沒得到,就生氣了。 那樣子的生氣是不好的。 當然,有此現實慾望沒有很好的, 但是在這個現實的4個的四個的五位, 他們的憤怒是順順的, 因為他們有那個勇氣的。 在世界上,憤怒是不好的。 但是,在四座馬拉,他們的生氣是合理的。 在四座馬拉,他們在這個時候還是非人格的。 但是,他們也知道有自尊人格守身,因為他們從梁馬梁,梵天,聽到。 但是,他們在此時期提供與非人格的梁馬拉有更加吸引, 他們仍然都更加有關於非人格的梁馬。 所以世座馬拉在這個階段還是對非人格的梁馬拉有更加吸引。 所以他們比較專注於非人格的泛光。 但仍然他們來到靈性世界, 他們也來到了靈性世界, 而且想要見到主。 他們從來都還沒見過主。 所以他們想, 因為他們可以到無憂興宿白昆塔, 他們可以到無憂興宿白昆塔。 因為他們可以到無憂興宿白昆塔。 所以他們被人家擋住的時候, 就生氣了。 他說, 把生氣憤怒甚至到了解脫的階段, 他們還是會繼續的。 這四個Kumara是完全棄絕的修行者。 他們已經是解脫的人了。 但是由於他們的服務被人限制, 他們變得生氣了。 他們是非人格主義者,但是他們還是有做服務的願望。 但是他們從父親自尊主, 他們從父親自尊主聽到, 但是他們還是在非人格的部分被吸引著。 如果您可以読書《Brihad Bhagavad Amrita》, 您可以読書《Gokumara》, 《Gok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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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課liśmy這四個世界, 他們來到了宇宙最高的星球《Tapaloka》。 所以,在天堂星宿更高,還有四個星球。 最高的是Satyāloka, 在最高的是Satyāloka, 在最高的是Bra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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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四個蠣大聖人。 他們是以冥想的方式來進行。 四個Kumara跟祖的關係是在Santa Rasa的關係。 Santa Rasa就是他們欣賞著主的富裕, 但是他們沒有進行服務。 他們是受著主所吸引的, 可是他們還沒有進行國樂的服務。 所以在《偉大的國家瓦談》《甘露經》裡面描述, 有一個牧牛童從Gopata來的, Gopakumara就是一層一層的星球去拜訪。 然後他來到Tapa Loka的時候, 見到這四個Kumara在那邊做冥想。 Gopakumara就跟四個Kumara在討論著, 什麼樣是最好的冥想方式等等的討論。 Gopakumara在第三篇的藥指面說到, Gopakumara在四個Kumara, 他們還沒有完全純粹奉獻者, 所以他們還沒有到達靈性世界。 Gopakumara在討論著四個Kumara在討論著四個Kumara, 他們來到Makuna的第七層的門的時候被擋住。 所以鬼是从此所不习惯的様子,他们也认为自己的原因。 他们没有脱子自己的福音,他们认为自己的解释。 他们的宇宙也はい不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意义。 你知道,我们说这是他们的意义,这是他们的意义的意义, 他但是它是他们的意义的意义和他们的意义的意义。 這四個苦馬爾的冥想到達的階段是, 他們完全的自我覺悟, 很堅定地處在他們自我覺悟的狀態裡面。 但是他們還沒有更高一層的領悟, 就是擁有者,是誰的,是你的,我的,他的,還是什麼。 他們還沒有這些區分, 只是知道自己不是這個物質的身體, 是一個靈性的身份。 對他們來說,沒有相對性, 沒有那種二元相對的事情。 所以,他們沒有那種相對性的事情。 碰到的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這兩個守門人, 在Vaikuntha這個守門的人, 還可以阻擋我們呢? 為什麼他還阻擋我們進去? 為什麼他只能夠在Vaikuntha, 都沒到他們進去? 就想去Vaikuntha, 特意不在那裡, 怎麼沒到這兩者經濟地, 有沒有到這兩者可以對我們進行的? 從何以為? 我們怎麼沒有資格進去呢? 所以,四個庫瑪爾想說, 這兩個守門人, 他們必須是一個外來者, 他們不能是一個真正的居住人。 一個居住人的居住人, 他們不會這樣想。 所以,四個庫瑪爾想說, 這兩個守門人, 一定是一個外來者, 而不是萊坤塔的居民。 因為萊坤塔的居住人, 他們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去阻擋別人。 因為他們在想, 庫瑪爾是敵人, 他們在阻止他們從進入靈性世界。 他們想, 這兩個守門者認為, 四個庫瑪爾就像是萊坤塔的敵人。 那敵人怎麼可能進入靈性世界呢? 所以,四個庫瑪爾認為, 這四個庫瑪爾認為, 這四個庫瑪爾就像是萊坤塔的敵人。 所以,四個庫瑪爾就像是萊坤塔的人所做的。 他們呢, 這兩個守門跟萊坤塔的氛圍不協調。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非常不同。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非常不同。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非常激烈地想要到萊坤塔的氛圍。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就像有一些人, 會特別的嚮往去到美國, 或者是非常嚮往去到哪裡。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去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去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萊坤塔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萊坤塔的氛圍是怎樣? 首先,我們必須要去明白, 萊坤塔的氛圍、物質世界的氛圍和物質世界。 萊坤塔的氛圍不一樣, 每個人都有一個靈性的屈體。 我們可以看到Jaya和Vijaya, 他們有四肢手臂, 這就是在Vai Kunta的居民居住的居民。 而且看到他們的膚色, 就像我們看到下雨之前那種雨的藍藍的顏色。 因為沒有老年, 他們都同樣的年齡, 每個人在靈性的世界都同樣的年齡。 因為沒有衰老,沒有老年這件事, 所以在Vai Kunta的每一個人都是同年齡的。 我們看到神經病, 當神經病在這個世界五千年代前,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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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靈性世界沒有這種老年、疾病、衰退症狀 沒有病毒感染、沒有疫情 沒有病毒感染、沒有疫情災難 所以這就是一部分的靈性世界 另外,在靈性世界上 你必須明白 那麼,在靈性世界上,因為沒有生老病子 在靈性世界,不管是動物、植物、任何生物, 它們都是絕對的。 絕對的意思是, 它們是處在超然知覺的那種絕對的狀態。 在靈性世界各種生物的形體都存在, 但是它們都是超然靈性的知覺。 它們都是純粹的奉獻者。 所有生物、動物、植物、 全部都是純粹的奉獻者, 在靈性世界各種生物、動物、植物、 所有一切都是純粹的奉獻者、 純粹的靈魂。 那它們知覺就是要來為主服務。 在靈性世界也有一種非常美妙的樹,叫做如願樹。 我們在這個物質世界, 如果說,你要得到芒果, 你必須等到一年的某一個時段芒果盛產的季節。 而且在那季節內的某一個時候, 是它成熟的時候才可以摘取到芒果。 可是在靈性世界, 所有的植物, 如果想願是什麼樣的果實, 什麼樣的花, 在任何的時候都可以出現。 所以在靈性世界的這些樹也都是如願樹, 願望樹。 在靈性世界的這些乳牛, 就是Kamadainu, 這個乳牛。 在靈性世界的地上所有的塵土, 都是點金石,Kamadainu。 在靈性世界, 所有的氛圍的存在, 沒有任何的激情, 屬性也沒有愚昧。 都完全是純粹的善良。 在靈性世界, 一點也不存在激情屬性, 也沒有愚昧。 在靈性世界, 在清理屬性, 這樣完全是純粹的善良。 即便是在純粹的善良、忠派裡面, 還是有憤怒、生氣的存在。 在那裡的憤怒、生氣不是激情或愚昧的屬性, 因為他們那邊的憤怒、生氣是跟奉愛福相關聯的。 所以,四個Kumara認為這兩個守門者 沒有資格留在Vaikuntha那裡。 他們認為這兩個人在Vaikuntha的生活存在裡, 還存著這種相對惡元性。 他們認為這四個Kumara沒有資格進來。 其他人認為這四個Kumara沒有資格進來。 所以,四個Kumara給他們爭論回去, 你們在看人有沒有資格, 沒資格就是相對存在的。 所以,他們認為這兩個守門沒有資格, 因為他們會這樣把人生累。 但是,在Vaikuntha裡面的生活是純潔、純粹、 沒有資格留在Vaikuntha。 所以,他們認為這兩個守門者 應該是被污染。 所以,他們沒有資格留在Vaikuntha。 是純粹的,沒有相對性。 所以,他們認為這兩個守門者 已經被分類了, 有資格沒資格, 就表示他們已經被污染了。 所以,沒有資格留在Vaikuntha。 所以,四個Kumara就把他們的憤怒發出來, 就認為這兩個守門人竟然這樣去分別心。 所以,巴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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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所以,巴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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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這些信心是為中心, 非常和諧地住在一起。 根據伯家犯歌的命令和原則, 他們就是居住在百昆塔的, 而不是在物質世界。 針對方法經常指出, 這個廟不是在台北, 而是在靈性世界。 但我們也必須要創造靈性世界的氛圍。 我們必須要創造靈性世界的信心。 首先,我們必須要創造靈性世界的信心。 我們必須要創造靈性世界的信心。 在《執中奧義書》的前頭, 在《執中奧義書》的前頭, 《執中奧義書》有說到, 要把神視為一切的忠心。 然後,要活在博家犯歌的命令和原則, 來和諧地居住。 那《執中奧義書》的命令和原則是什麽呢? 《執中奧義書》的命令和原則是什麽呢? 我們辨認出我們不是物質的身體, 我們是靈性的靈魂。 而認識別人也是靈性的靈魂, 而不是物質的軌體。 我們不應該有那種虛假的微望。 我們不應該有那種虛假的威望, 我喜歡這個人、 不喜歡那個人、 我們是什麼樣子、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它是什麼樣子、 都不喜歡, 但是我們是要看所有人的虛假。 是核心。 我們應該看著所有的生物都是Kristana所屬的部分。 而且他們都有機會來服務Kristana。 我們在永恆的Chaitanya經有看到, 像Sivananda Sena, 他是怎麼樣的? 他非常依附於一隻狗, 然後他就做了一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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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照顧帶一隻狗, 然後給這隻狗, 像其他不殺的等等。 Sivananda Sena要參加唱頌隊伍, 必須坐船過河。 可是船夫不允許那隻狗上去, 那Sivananda Sena就付一點錢給船夫, 讓這隻狗一起去參加唱頌。 所以我們也是要試著在Kristana知覺裡面創造和諧。 我們知道卡利年代的一個特徵是什麼? 就是分爭,爭吵, 人們很多的矛盾,衝突。 就像拿雞毛當令劍, 想吹毛囚癡,搞得一團亂。 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所以我們應該要了解, 我們不應該那麼受到其他的所謂對我們的反對, 或是說其他的批評, 感到受到其他的所謂對我們的反對, 。 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是我們在Kristana知覺的進步程度所造成的情況。 我們可以如何創造和諧的氛圍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Kristana知覺。 我們可以如何創造和諧的氛圍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Kristana知覺。 這個 分爛五、六大。 這就是增加我們聆聽面受, 更專注於Kristana的服務。 分爛 нам怎麽要問問這獨تم與抗盪量。 就是甚麼用私人做對念的荒芮呢? 那就是人們耍遜憎充思念之中。 會有衝突、矛盾、不和諧 這是由於我們忘記了 Krishna。 有些時候,有些人會想說, 脫離跟奉獻者, 如果真正跟奉獻者的聯誼脫離的話, 要靈性的進步是很困難的。 我們需要與奉獻者的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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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與奉獻者的聯誼裡面。 98 98 96 60 很重要, 在奉獻者之中有發生差異、衝突、矛盾的時候, 不要被干擾。 要試著幫助他們, 調整他們在 Krishna 知覺裡面和諧。 。 商品來說, 。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his religious principle of Krishna consciousness, is maintained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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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靈性世界上, Krishnan知覺的宗教原則是在和諧裡面維持的。 因此,那樣的世界是稱為Vaikuntha。 那如果這些相同的原則能夠在這裡接受的話, 不管是全部的或是部分的, 那這些地方也是Vaikuntha。 在所有的協會團體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想要有快樂和諧的氛圍。 這種快樂和諧的氛圍是靈性世界的本質。 那如果我們允許卡利進來的話, 我們會開始爭吵和爭吵, 然後我們會開始爭吵和爭吵, 那如果我們允許卡利進來的話, 奉獻者在那邊吵架爭論的話, 這就是卡利這個假象的物質能量侵入了。 And this is very common in the age of Kali. Age of Kali is symptomized by quarrel over stupid things, over meaningless issues. 而人們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爭辯和吵架。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四個Kumara們在門口, 在那一刻, 當他們的道路被擋住了, 在那一刻, 是可以看到無故要仲之中, 所以從而來, 因爭吵架爭召佑太們, 因爭吵架爭, 因爭吵架爭 called by construing lifetime, 他也當他的いや震 SUDAI. 這些坐在那裡了, 耶azuje Ain is there with his consort, the goddess of fortune,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Garuda也在那裡。 我們看到圖片就主了Narya,跟他的同伴、心女神,還有他的鳥,Garuda也在那裡。 所以他們來看四個Kumara, 而四個Kumara都能夠看到的美麗的形狀Narya。 所以他們一起來到這四個Kumara的面前, 這四個Kumara就可以看到了主Narya這美麗的形狀。 然後,Srimad Bhagavatam給我們這美麗的詞, 描述了四個Kumara。 那佛在碗盆裡面也描述了四個Kumara接著發生的情況。 TashyaravindaNayaNashyapadaravinda KinjaukaMishraTalaseemaKarandavayu AnthagataSvabhivarenaChakaratesham SamshovaMaksharajashamMapichitaTambon 也炫耀了解, Tashyaravindayu When the breeze carrying the aroma of toesie leaves from the toes of the lotus feet of the Lord enters the nostrils of those stages, they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impersonal to personal understanding。 非人格的狀態轉變成人格狀態的了解。 這裡有一個例子,非人格主義者變成人格主義者的奉獻者。 這四個Kumara 雖然是非人格主義者, 但是他們不是假象中,他們不是冒犯者。 假象中人士,他們是否定主的人格特質。 但是這四個Kumara 雖然有聽到主的人格特質。 雖然他們還是自己專注在泛光的部分。 但是他們有這個慾望,想要見到主的人格特質。 因為他們在那種訓練, 所以練習那種訓練的道路, 人格特質是很普遍的, 因為他們進行的是冥想。 冥想是一般讓人們容易進到非人格的犯的方式。 人們覺得要進到非人格的情況, 比進到人格更容易。 還有這個把握教學的和牡蠍法的患歌。 applying that Peace, 在數千人中,很少數人得到完美。 因此,那些人來到了主的非人格層面的了解。 在那麽多到達非人格的領悟的人,還是很少數人可以真正地了解我原來的本質。 就像在台灣,我們看到很多人是非人格主義者。 或是像佛教人士在進行冥想的人。 然後,我們看到一些人,像安安達瑪格那些團體。 他們做的是非人格的冥想。 所以平均來說,對於自我覺悟有興趣的人,他們一般是傾向於非人格的境界。 這是各處都普遍的現象。 這些書籍、教訓的所有人都在世界上。 這些非人格領悟的層面的說明,這些書籍、世界各地泛濫著。 所以,我們在對明清道師的祈禱文,其中是個人格性的了解。 所以,我們在對明清道師的祈禱文,其中是個人格性的了解。 我們在對明清道師的祈禱文,其中是個人格性的。 所以,我們在對明清道師的信息傳遍全世界。 在對明清道師的信息傳遍全世界的信息似乎, 這個有分散的主要和偶像。 這組天灘亞的出現是要摧毀虛無主義者, 還有一個被人葛的虛無主義者。 因此,有一個變化。 當神給他們, 當神給他們的香氣, 從神的香氣, 從神的腿的香氣, 從神的腿的腿進入了喉嚨, 並引起了在他們的心意。 所以四個Kumara就有這樣的改變, 僅僅是從主的蓮花燭上的土拉斯葉子的香氣進到它們的鼻孔, 然後就讓它們整個知覺改變, 從非人格的概念轉變成人格的了解。 我們來講另一個例子,從非人格主義者轉變成人格主義者, Sukhadeva Goswami。 他先前是非人格主義者, 他就是專注在非人格的範, 當他在《佛教晚譚》描述裡面,他就轉變了。 所以在非人格主義者, 人格性認識的層面可以轉變到人格性認識、領域的層面。 就是經由奉愛服務的部分。 僅僅是奉愛服務的一根稻草, 就可以把非人格主義去除了,進入人格特殊。 所以 우린講到這節的主題, 關於這節的主題的主題, 關於這個主題, 關於《非人格主義者的樣貌。 其關於《非人格主義者的事》, 關於《非人格主義者的主題》。 在那裡沒有所謂年老、疾病、死亡這些事情, 而在那裡的範圍是完全和諧的服務者主, 就是很合作和諧的服務者主。 我們說到,Kumara 從非人格的這種概念轉變, 進入奉獻服務。 我們也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讓人們有機會進行奉愛服務而成為人格主義。 我們也要說到, 我們也要說到, 有種的不平衡, 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平衡, 有種的不平衡, 有種的不平衡, 一種國家對其他人, 一種的社會對其他人, 甚至於家裡有不平衡。 所以,我們也要去除那種不平衡, 而創造靈性的不平衡。 我們知道現在的世界, 社會上處處都是很多的衝突、矛盾、不和諧。 所以,我們想要, 不管是在國家之間, 或是社區之間,甚至家庭裡面, 很多都充滿了矛盾、衝突、爭執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要把這種衝突、爭執去除, 來變得和諧。 物質生活總是處處有的問題、麻煩、衝突, 但是我們想要來創造出靈性的氛圍。 那要產生靈性的氛圍是很容易的方式, 就是我們來念誦聖明、研究經典像國家瓦潭、 然後創造出靈性的氛圍, 然後脫避與奉獻者的聯誼。 OK,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嗎? 因為今天晚上上四個庫馬拉, 我在這裡自首。 我將近五年沒有到廟裡來的原因。 在這五年,雖然沒有到廟裡來, 但是在疫情發生後, 俄羅斯的安達局來台灣只能待了一個月。 所以這個亞美利卡伊拉斯尼, 她就請我幫他們做麵包。 第一次,我這六條童物送給他們。 然後第二次第三次。 那現在就是說, 我為什麼這五年來沒有來, 就在2018年的晚上10月21號, 我站在那個是什麽嗎? 那個是什麽嗎? 俄法馬達基的兒子的旁邊。 他們在傳遞這個水跟火的時候, 他就避開我了。 我心裡想說,我是這麽多弱嗎? 我心裡想說,我是這麽多弱嗎? 所以我就不給你拿著。 我心裡想說,我是這麽多弱嗎? 所以我就不給你拿著。 然後阿美利卡伊拉斯尼, 他請他做麵包給他們。 然後他做麵包給他們。 他做麵包給他們。 他感覺他做麵包給他們。 然後他感覺到他做麵包。 但是我心裡想說, 他在這麽多弱, 他在這麽多弱, 他們的火上發布。 他們發布麵包給他們。 然後他們發布麵包給他們。 他做麵包給他們。 他也送他。 他們發現他的心配, 所以他感覺到是低落。 他感覺到因為他沒有擔心。 他感覺到他的心配, 他感覺到他的心配。 也感覺到他身邊的心配。 而在這麽多弱, 他對於這麽多弱的心配女。 so what did he say about Shoe Pah Stang? Oh Shoe Pah Stang happened staying next to him and they gave to him to this Lavin but didn't give to him so he feel he was neglected he seemed am I so unqualified or what why not why I don't have this share but the person may not come every week they got the share you know sometimes it happens like that I mean it's not that he didn't even get sick yeah yeah but he didn't get it that time a person may sometime maybe too busy ignore or I don't know whatever reason so he feel he's been excluded he feel he gives his mood his heart is part of this Yatra is one of the member about why people neglect him in that kind of connection a day it could be an accident you know that person may not have been you know yeah you know but he said he tried to be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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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這五年來,越來越昌楚爾寶布來台灣, 然後,Krishnam Baladev,可能也不會去問起這個人怎麼沒來了。 以前,那個是誰?那個Sachita Babu已經到大陸去,偶爾請他回來支援的時候, 他會打電話給我,他說是不是有人冒犯你? 我也跟他講說沒有,因為我有時候腳受傷,我就沒來了,都是很單純啦。 所以,在疫情的時候,Amerita Velasini,有一次活動,她就請求給我一個機會來。 所以,有人就想說,Rohabande已經離開這個廟了。 所以,我就想說,這樣子的話,我就不敢踏進這個廟裡面來。 所以,在疫情時,Amerita Velasini,在一個集團中,也請他來。 然後,他聽說,他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覺得,他沒有看到我。 所以,他覺得,他沒有看到我,他沒有看到我。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人說很多話。 這個事情,我們在我們的群組裡面,是,我有表達過我的內心的感受。 但是,因為他們說英文的,他們也沒有去看。 所以,他可能也不瞭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你說,你有表達你的感受,在哪邊表達? 你說,我們慶祝啊。 慶祝啊。 對啊。 哦。 他說,他曾經表達過一個中國的邰國的邰國的邰國。 但可能,他可能在英文的邰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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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這句話說,他通過靈性導師想跟我通話。 那因為我怕說,我的表達沒有辦法完全讓靈性導師知道。 所以,我都沒有建立這種邰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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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國。 是,哪個通感? 對,因為我們有兩人。 對,對,對。 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Tunga Vidya,I read invite him to talk with you in the phone and he is afraid that if he didn't express well you may not comprehend it so he has to withdraw himself he fears he couldn't express properly that Maras don't understand so he withdraws himself you know,sometimes people feel too shy just recently this time before 我们灵性导师在我启迪的时候 几个讯事 第一个就是四个规判守则 第二不能冒犯庙里面的领导 然后这个是 有时候是 包括每一天要阅读两个小时的书籍 那我就想说 这个是 所谓的冒犯 其实我在庙里面 可能最大的冒犯就是 冒犯的这个 因为他当时在做 神像过空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夫妻最好是 同一个灵性导师 所以我就把 他的灵性导师的照片把它拿下来 后来我心里想说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后来是 这个 巴马 巴马他有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内心也很愧疚 所以是 所以是 刚刚我们就想说 不能冒犯我们庙里面的领导 那我就是 有时候 其实 应该其他都很当纯 所以 我的感觉就是说 上次 这个的 船地 灯跟水的时候 我的感受就是说 难道我是这么多 墮落吗 这么的 误会吗 所以我就不敢在庙里面 所以 马上听得懂 我就不用再说 马上听得懂了 听得懂啊 听得懂啊 听不懂 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应该 回来 回来 继续 我的内心很脆弱了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晚上 我其实第一天晚上 我带便当来 已经五分钟要上课 所以我就是 晚上睡觉前两个小时 我不吃东西 所以我就 大车子到中华路去 再吃那个便当 之后呢 我就在这个 华生公园旁边吃 因为我来 我就想 等于说 跟大家抢饭吃 所以我就 不会啊 没有那个 吃 其实 Prasadam就是 派八点位吃 吃完 再回去 你说的是 在讲课之前 在外面吃 哦 他说 他常常 不吃 两个小时 前睡觉 他也害怕 他也害怕 他来来 带来 其他伴侣的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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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人 如果他来 带来 你才会吃 确定 扶持 他 他 带来 他 不想 他 带来 不想 做 是不是 你也得 吃 走了 是 跟 showing 每个人 你不需要吃很多,你可以吃一點 如果你不吃菲薩糖也是不好的,你是不禮貌的 你來的廟,你應該吃菲薩糖 你不需要吃很多,你可以吃一點 我來拜見林庆导師當天中午,他有傳了一份 還有幫我禮拜天,因為我也不好意思逃掉 所以林庆导師來之前 他就給我傳簡訊,他說要回來 林庆导師來了,好,要來,是這個意思 通知邀請 所以現在就是說,剛剛我們在講到 倉庄寶物,Krishnabar Dave,他們這是說英文的 可能也不完全了解我們說台灣國語的這些台灣人的這種狀況 這些人怎麼跑掉了,不回來了 我們台灣的奉獻者,好像也沒有人去把他搭一把 在我所知道裡面,月亮多少會順口問幾個人 但是有時候那些人不知道,他也無從著手 也許語言上的問題 所以那個什麼,那個薩斯坦寶物他會打電話 所以是不是有人冒犯你,還是等別人就沒回來 還是怎樣 那因為,所以我剛剛就講說,在 在昌寶寶物跟Krishnabar Dave的臉光 我已經被判死刑了 沒有啦,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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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Nunca gua significa 我們要換 所以 以後,我們需要見面 你們可以跟我見面 我們可以 raz 個 人妻 和毛了 幾個oires … 看你什麼時間,有時間,我肯定有什麼情人訓事。 每一個圍形的形象,有一種形象,是有意思的,是有意義的,一個圍形象,是有意義的。 我沒有,我沒有認識了多少個圍形象。 所以他們有過六圍形象是有六圍形的形象。 是的,但我們沒有說有任何圍形象在其他圍形象。 他為了說比較晚,就是剛剛講到 Vaikunta的這個門,剛剛說第六、第七個門, 但是每一個門好像有一個代表什麼。 馬上說我們沒有讀到關於其他的門, 而且其他門的守門者是誰, 所以不知道每一個門代表的特徵, 我們讀到只有在這個門, 是Jaya跟Vijaya這個情況。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靈性世界也會有憤怒的事情。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像昨天的課也有提到就是說, 像物質世界如果有什麼天然災害或是什麼, 都是可能有邪惡的人出現。 那因為物質世界,我們就說物質世界是靈性世界的倒影, 那是不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現在很多地方有一些戰爭, 那是不是表示靈性世界也有戰爭的狀況? 還有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憤怒, 那因為我們人也常常爭執憤怒, 那是不是這種情緒也會有靈性世界的反射? 就是靈性世界的反射, 就是靈性世界的反射, 就是形象的東西是不是有情緒的東西? 我們昨天也發現 blossom了 One Today, 但是當對王獨屬潰 kasih, 會呈現於一種群民, we heard the statement that this material worl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so the fighting the world is originally from the spiritual world or not the what the fighting the wars originate from the spiritual world or not in the material was so many conflicts but we're hearing about the harmony of the spiritual world the nature of Vaikuntha is the atmosphere of harmony not that there's wars and conflicts in the spiritual world 我們聽到就是說在靈性世界裡 Vaikuntha的氛圍是和諧的 而不是打鬥爭戰的情況 那如果說要戰爭的話 總是有這些天人和惡魔交戰 asura 跟deva 一直在打鬥爭戰的 so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devotees the devas are the devotees and the asuras are the non-devotees 所以這半神人和惡魔的代表 就是奉獻者和非奉獻者 他們的爭執、爭鬥 but the spiritual world there's no war 零性世界裡面沒有戰爭 no demons 也沒有惡魔 sometimes there's a rumor 但是有時候會好像有一種謠言 說啊那邊有惡魔什麼的 好啊謝謝 好啊謝謝 Lipa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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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問一個很認識的問題 就是 Yushna的質疑不是用斯坦氣號嗎 嗯 那個膠底 對 我的女兒想知道她是只有在溫子世界 才有這個氣號 但她在靈性世界也是有這個走路有什麼氣號 嗯 嗯 我們聽說 Krishna's food soul has many signs and in spiritual world Krishna's food soul also still have the sign or only when you appear in the mature world No In the spiritual world, yes 在靈性世界也是一樣 她腳的一板 她是有的一些課證 所以奉獻者應該靈想 Krishna's腳底的各種吉祥的徵兆 就是在靈性世界上 可以看得到 Krishna's food soul You see in the temples When you go to temples They have the lotus feet of Krishna You have the with all the marks on them You can see Krishna's food soul Krishna's food soul Krishna's food soul 在沙 société內獲得身體性, the body of the eternity取消。 The body of the body is spiritual, 瀌祈以思維的宇oud , Okay? Hari Krishna Shubha Serba Sh justification